好 俄罗斯持续在轰炸乌冬之际 总统普京身边最重要的寡头富豪们 面临的是国际制裁 现在连人身安全都出问题了吗 有外媒就揭露了 上个星期两名俄罗斯天然气产业的富豪 在24小时之内接连死亡 而且连他的家人都跟着丧命了 两起案件看起来都像是 这个富豪动手杀害了妻女 然后亲生 但是这两起案件时间点非常接近 相似度也很高 所以引发外界起疑 难道是俄罗斯的高层布局杀人 隐秘的别墅入口藏在一片树林中 位于西班牙加泰隆尼亚的海滩小镇 滨海略雷特 一座豪华别墅在本月19号发生命案 警方见识人员来回穿梭 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因为这是一起残忍的灭门血案 邻居以为死者一家人来自罗马尼亚 但里面住的其实是55岁俄罗斯寡头富豪波陀生亚 他和家人租下这栋别墅度过复活节假期 却发生汗事 他的妻子和16岁女儿被发现死在床上 身上有多处被砍插的痕迹 警方在别墅外的花园 找到上吊身亡的波陀生亚 现场还找到一把刀及斧头 上面满是血迹 诡异的事就在前一天 也传出另一名俄罗斯富豪灭门命案 与俄总普京私交甚毒的51岁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副总裁阿瓦耶夫 被大女儿发现死在莫斯科豪宅内 47岁的怀孕妻子和13岁小女儿身中多枪身亡 阿瓦耶夫手里握着枪 警方研判他是开枪杀了妻女之后自我了断 24小时之内 两名俄罗斯富豪接连身亡 引起高度关注 如果这两人真的都是杀害家人后亲生 是否与近期的乌俄战争有关 有学者推测 这两名富豪的所作所为 或许涉及敏感问题 引发俄罗斯政府高层不满 至于这两名富豪之间是否有联系 外界不得而知 CNN访问长期观察俄罗斯局势的知情人士 推论很可能是俄总普京正以激进方式消灭对手或敌人 其实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隔天 也就是2月25号 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副部长及安全官员 被发现吊死在家中 身上有遭殴打的痕迹 三周前同家公司的运输主管 也被发现在家中遇事 身中多刀死亡 三月初协助乌克兰推动和谈的俄罗斯富豪阿布拉莫维奇 在基辅出席会议后出现重毒症状 甚至一度失明数小时 幸好送医治疗后没有大碍 但外界怀疑他是遭到莫斯科强硬派下毒恐吓 如今再度发生24小时内 两名俄罗斯富豪灭门命案 是富豪不堪压力犯下血案 或是另有藏进人布局策划这一切 引发外界议论纷纷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